西里里有多高贵 放低俗我们清低 西里里有多高贵 放低俗我们巴币 有利无利做你自己 低俗频道 我低俗 但我舒服 凤星期四晚8点到9点半 调理龙毛兰花系主理 现代蠔合传 客家佬 牛精文 燕妓 大咪 啤梨 你不是啊 上次的那种 Hello 你好 今天是11月28日 第25集的现代蠔合传 如果25集就下星期26 那就半年 六集半年了 我们第一集是不是13号 6月13号 如果6月13号就是了 因为半年头回答尾 就选择一个礼拜 那就应该斩了眼 斩了眼 斩了眼 所以 我们那个半年试播成功 就是讲解我们每一集 近期一定要宣传一下 我们的系庆先 但我们的系庆真的很古怪 我今晚尽量不讲粗口 首先我们今天真的没有什么准备 但是我们的准备 其实比平时多 因为为什么呢 自从上个星期我们收了一个网友 叫Eddy Chan 我没有记错就是Eddy Chan 这个网友很奇怪的 他加了我做Facebook Fan 我就发觉 他原来好像是戴客旭敏那些人 就是戴客旭敏那些人来的 就是戴客旭敏那些人来的 就是地区敏标 咱们就是等于《鸡蛋旅飞骨头》 就是网上的 好像是大約是說,我忘記了,因為我今天很忙,不是說我們,他是說大家明白,不是,是他那時候都用來帶動物的東西,他現在又贊同 全民制憲那些? 不是的,他是說,任何形式的提名委員會都不可以接受,就算你幾百萬人選出來的提名委員會都不可以接受,就找到很搭的 我真的確定是這樣的,但是我一向聽開,就好像不是這樣的,我不是挑,我不是說要了解什麼,所以我現在跟不上現在的變化,我想了解一下究竟是怎樣 因為我自己,其實老實說,我就不是說什麼派什麼派的,總而言之,一個我認為拿出來,雖然我其實,老實說,我最厲害就是不用拿方案出來的 等他開架,用什麼拿,你拿什麼都會禁你的,對不對?總而言之,洗定屁股,搭了深水出去佔裝,好像泰國人那樣就對了 好了,說回我們蘭花系慶,很快就到我們截止報名日期,我首先要在這個節目,希望提醒一下那些話會參加的人 報了名的 是的,那麻煩你們真的要WhatsApp我們給錢,給錢作實,如果不是,我就白金主那些都是這樣說 收三九 林祥,總而是三十學後就收三九,因為加重了我們的行政和生理的負擔 是行政費用 是生理的負擔,大哥 第二,就是很奇怪,其實我收的錢是很多的了 但是呢,就不反映到,因為我昨天看過Facebook,我小上Facebook這陣子 都有百多人說參加的,但其實已經不止了,我就不明白,為什麼有人這麼難,可能有些沒有Facebook 是聽我們節目,好像我剛才在節目中都收到一個,又問究竟怎樣報名,我們以為很清楚,原來真的不知道 Anyway,就12月9日,我簡單說一次,如果真的不知道怎樣報名,其實你去Search 我們的Facebook專頁,聯絡我和大麥 基本上很簡單的,你給銀行戶口,你入完錢,傳回收條回來,我們先確認訂座 11月30日,我們編好之後,就會有個號碼給你的 那你到時喜歡的話,你可以提早來大埔,杜羅菲,大埔 那我認為不必須的,即是不必須的,不過你們想見一下我們,就沒什麼所謂 給個電話我們先,我們神出鬼沒,即使在自己公司或地板 那如果不是,當你知道那個號碼,我們有你的名字,即是網名人,什麼名都可以 那12月9日,6點多鐘,我們已經開始招呼了 那基本上我們6點鐘拿一場set-up,如果你想一來到,震撼一點,不要見到,呆呆呆呆呆呆,說我們還在收拾東西 那7點鐘左右,來到,說低,我14號,Betty 14號,有入場 那ok的,有張票,抽獎,什麼都好 那先透露一點,我們有現金獎,上次說過,早兩集,如果抽到頭獎,是足以買樓的 那是香港置業的,解決居住問題 那剛剛有個善獎,我們也是有的,就拿了一套送朝的紫沙茶壺,成都茶具 那很厲害,我們就免得拿去估值,但是,幾萬人,幾十萬人,我想怎樣都值 那一套,識貨的,就是無敵 那還有,好像我剛剛,有人贊助了一些白街的東西,這麼大答 八戒現金卷,什麼,這麼大答 八戒現金卷,對不對 那總之,獎品就很豐富 那最重要,那整個,還有很多優惠 那,我之前跟金主講過了,但是你知道,沒有聲沒有氣 也不知道他們搞成怎樣 那可能到時候有些臨場的優惠給大家 那很多重量級的嘉賓 那當然,你放心,就不會見到親家的,就是野火油蜜,我都盡量避免的了,OK 因為都知道你們弄東西的了,你們這些人 那希望大家把握機會,因為這次是慶 那還會,最重要的,我們想說回來,會展出了,T,我們就做好了 那臨場可以賣的,最新的T 那可能沒有這一件那麼Sharp的 那其實是為了一些蛇龜的東西,是有儀切的 因為這件條理龍帽,不是那個人敢穿的 那真的,穿得這件衣服出來 其實我在街上,除了有一次見到一個少女流狗 拖倫著放狗屁,穿著我的衣服,穿著我的衣服 我就從來只是活動,或者示威一旗 我見過有人穿我的衣服,和我帶招呼 那時候在哪裡? 我認識她的,在大埔 但是她是不是,她是不是要有什麼示威? 沒有的,她跟媽媽一起走 她是在街上賣的衣服,見到我,大咪 那這樣就OK 那這些人就認識 我見過一次,不知道七一定什麼時候 就在大埔見到,我不認識她的 但是也想到,因為她可能剛剛上完街回來,穿著這件衣服 但是,迷網的網絡名人,Camille 她就拍了一些照片給我的 有些美女,我們不認識她的 她參加了一些,譬如說HKTV,那些群眾集會 都穿著這件衣服 她們常常想穿著這件衣服,是代表她的心聲 我們這件衣服,那些不重要 當常她都買這麼大,但希望她都會買 因為那件衣服,其實都… 我想我們今主,因為大家明白 我們今主就是一個很徹底的港獨人 我想她一定會買的 一定會買的,她一定買 那件衣服,那件衣服,那件衣服 但最重要的是我們冬天那件衣服 那件衣服,即是說不到 未必說得到,但希望… 說不到做貨,有問題 但希望展示一下 那件衣服,如果給我,我就… 你說五、六百元,我都會馬上給 再貴一點,我就要想想 太漂亮了,實在太漂亮了,太順利了 可以屌人,有沒有… 有華麗,還有… 入保暖,有尊貴,感覺上… 感覺上,我不懂怎麼說 我們總是相信蘭花系的東西 起碼最緊要都要認 入得廚房,入得廳堂 說回聊閒雞之餘,因為今天我們沒有準備 反而做節目有一點緊張 第一,有個女生,她用阿閻雞Forward給我 因為我沒有看過她,叫阿里 阿里應該是女生 她就說了很多東西 我看到那些子女行姦,我感覺到 好像《基本法》 那條是郭伯邨,還是郭伯邨 她的老母,她說 子女行姦是感覺到要愛國愛港 我們不要說那些話,那些話一說就上頭了 我們先聊聊聊天 你可不可以子女說 我可不可以子女說 我可不可以的世界 我現在其實比香港的情況,真的不肯會生氣 你現在香港,比那些最專權的國家 古巴、北韓更加不堪 更加荒謬,因為北韓那些沒有底 我們本身是個自由人,有底 尤其是我們的台中 我自己也認為 雖然我們很悲哀 給我們修士做得這麼辛苦 竟然不夠一個十字畫 我想可能是因為我們三個肉孫就生了 尤其是客家老 被人說他像,被我們金主說他像 老實說,他說無消吹不爆 所以我今晚專門不打黑超,你老闆 你說如果有條馬路像他這樣想 為了跟我吹 我直接爆我,我什麼想都爆 今天,阿樂園舖完之後 不知道哪個族友在說 叫客家老 幫牛精文 幫Berry齊齊來 你老味啊 你不要說這樣做那件事,就跟我吹 平時我們踢球的時候有身體接觸 平時踢完球,同一個人 洗澡的時候,不小心踢到都屌你 不可以的 我們豆瓜不是說什麼 我浸腳、捏腳 你找個八十歲的阿婆跟我 好那個馬甩仔啊,大哥 真的,不是說笑 如果他連八十歲的阿婆都沒有 你是堅決不捏腳 喂,你如果沒有女師傅 你馬路走過來,碰一碰我 我雞皮都一彈起大 你說男人多賺錢 那你怎麼跟阿哥啊 不是,你說男人多賺錢 是呀,很難 鱷魚佬,你老闆你真是 不是,這樣說開 你怎麼說到這裡 不就不夠他的濕之蛙 是呀,三二六千 我們是明白的 但是我認為 奇怪 我認為,我自己聽五萬節目 我聽完,我是網台精 其實我也是最欣賞 大冤有樂的 可能自己有這麼多年紀 好像昨晚 昨晚做啟德機場那集 其實應該找我上來 其實是紮紮的適合我們 夠老我們 我要說一說 我家裡由小到大 我住土瓜人的堂樓 看著那個海 那個海是什麼海呢 維多利亞港之餘 在我家的旁邊這裡 是整條跑道都看光 因為我是煤氣股那裡 整條跑道都看光 但是其實你說吵不吵 有這樣的問題 只是習慣 其實又不是那麼吵 我以前在江城上課 讀書 真的不是那麼吵 你真的習慣了 老師這樣 是啊 我們也是 我們也是 講回那個 格仔的雷達山 那個就是我開始學 我四年級 那時候應該九歲 我四年級 就去雷達山 再走 再捐入那些水道 就用來整群年輕人煮麵 煲煙 很多人在打夜戰 我第一次 其實不是以小 敵眾 就是我見到 有個十四五歲的中學生 跟雷達夜戰 跟著他吵咬我們 其實是正常的 我們成為年輕人 但是他又不明白 如果有看過我的同學 有些同學看過這個節目 他又不明白 我四年級 就是很小 但是我們的同班 裡面有一條男子 真的很少 因為他是內分泌失調 他四年級之後 就沒有發育過 高大過現在的我 但是他是四年級 高大過現在的我 蕭錦 糟糕你了 那條男子 他在女兒面前 就吵咬我們 我們當然是牛仔 但是我們從小到大 他都很難刺 馬上拖馬 所以其實很多回憶 越看到以前的香港 就越是感覺到 現在是香港悲哀 說回悲哀 吃進去 我們閒聊天 剛剛過去的星期日 梁珍應該去沙田觀衆 做諮詢會 做諮詢會 其實我到現在都不明白 他做諮詢會有什麼目的 還是真的要自我感覺良好 他自我感覺良好 他自我感覺良好 但是他自己都明知道 他明知道買回來 但是還是要覺得很開心 因為剛才阿里的回應品 他說叫我一定要閹躲 說多些話 他說你太傻了 太害羞了 他說他當然不害羞了 他當然不害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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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麼看 你怎麼看 你怎麼在那裡查電話簿 你怎麼在那裡查電話簿 你怎麼在做直播 做給上面看 老實說我不覺得上面掌握過 上面你以為不知道他的事嗎 知道了 說真的 怎麼會不知道 他現在已經上腦了 要自欺欺人 今天李嘉誠也說了 報紙也說了 我相信是說他的 李嘉誠也說 所以誠哥就始終要叫他回身 嚴肌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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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要做給上面看 我覺得上面 我覺得不是 我覺得他們 我已經上腦了 兩個字 簽什麼線 根本已經上腦了 不是這樣 上了腦了 話說我上個星期 我經過單拖 晚上就是那個位置 那次沒有人讓我單拖照調 那次就是 有劉剛華 說是示威 但是其實我的見證 嚴肌說 那次警察應該不是很多 一樣 我那天 為什麼 其實我先說這個星期日 我們沒有吹雞 你們三個都沒有去 那天 我這陣子 因為我真的沒有工作 我越走越遠 剛剛我下週 趕頭趕命 在新田回來 那天 那天 三點幾 兩點九 兩點十 我們這些好事之徒 我知道我們有幾個系 你癢的話 沒有穿衣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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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真的下河 不能穿衣服 還有梁振英這個含屁 你真的不屌 他不行 一去想到 我一轉進去 我又出現了 但是我已經握到一些東西 各位可以學我 但是不知道 各位可以嗎 你有沒有那麼夠僵 還有真的不知道 我一轉進去 駕車 有個警察攔著我 他說 你去哪裡 我說 我去哪裡關你 他說 不是呀 你真是 為甚麼呢 其實我掌握了很多東西 我發覺 我在這個節目說完 就是不太好 反正這些環境 我還有很多 我不是鼓勵大家做 例如我扔煙頭 兔潭 他不會有人搞你的 因為那件事很緊張 那件事 我說 我去哪裡關你什麼事 我說 我去示威 他說 不能進去那條路 剛剛那裡 其實有個爛地停車場 我說 放下車子走進去 走進去 就封了路 不讓我進去示威區 有沒有鐵馬 鐵馬 鐵馬兼警察人 然後我就打電話給那些系友 那些系友說 不行啊 那裡封了路 你可以嘗試叫他 一大輪禮 我說 我說阿常我要進去 他說不能進去 我說我為甚麼不能進去 我又是這樣的態度 怎麼能不能進去 那我就已經默默默默 我說做甚麼 戒嚴又是說那些 然後呢 女士不爽 一定有個不知為何 高級一點 在後面就會 就開了 那我就進去 還有一句 你還沒說過 進去就不能進去 然後他說 進去就不能進去 我說為甚麼進去就不能進去 但是後來我還在出出入 然後我有些系友 遲些來的 打電話說 你屌他 他說不是 我封住了 你屌他 他又不夠僵 最後 不知道為甚麼他能進來 你屌他就可以了 後來我們出去的時候 都是這樣證明的 那我就說回我們 那天我進去 那天我下跌了去 我見到熱血的朋友 就散開了 最集中 我們幸好沒有進去示威區 其實是示威之中的示威區 現在我發覺 看過這次的星期日 還有我們上次11月6號的經驗 其實我覺得那不是示威區 那是狼 那是豬籠區 我們在那裡 不要進去 豬籠區 入了豬籠區 人家 你屌你又要推鐵馬 你屌你都不行 有多少針 你推都沒用 那天我們在外面 反而好想自由 理論上 其實我們都入了示威區 因為他屌住 但我指你空狠 你夠僵 我還不可以進去 那天我沒有穿 穿衣服 穿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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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穿 希望人家低調一點 沒有人拍的 我那天也沒有人拍的 我那天也沒有人拍的 真的打算不打算 因為麥克風也沒有戴 其實我的車 以前有個小麥克風 那小麥克風也很強勁 大麥克風 大家出來看我們那些 集會就知道 我有兩個喇叭很厲害 但那兩個喇叭很大 我沒有輛車 有兩個小喇叭都OK 但那小喇叭我借給另一個系友 那個年輕系友 他每個星期 每天都去拍一些覺醒運動 我們很支持 有時候拍HKT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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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偉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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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開始火力了 那些警察 看我下去說 那些警察沒有盡頭 後來報紙賣 說有800人 八百五十 那些警察 一間中學 我們那個年代 四十多人一班 都是說一千人左右 因為那些是學校 整間學校的人 整間學校 中一至中七 那些警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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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短命 那些 我最覺得 學文仔 現在擺明 越來越走得遲 我覺得這個是一個 抗爭的進化必然 好事 首先 無論各位朋友 對學文仔有什麼看法也好 會不會覺得他們交 會不會被 初出來的時候 會不會被 因為他的背景 受到 因為我們不喜歡 不喜歡公民黨 不喜歡民主黨 他們的影響 但是你很明顯看到,年輕就是年輕,年輕就是年輕,沒有包袱 我覺得他們早晚會帶領香港人去沖 這部分是欣賞的,是進步的 為什麼呢?他們是沒有基辛辣 包括我們都有計算,大家要明白我們都有包袱 我去被人抓,我沒有了牌子,找不到食,其實我不介意 但是如果我找不到食之餘,仍然影響不到香港有些大小小的變化 不值得,我們每一個人都有計算 但是年輕人沒有計算,我們那天看到他們 其實就答應了他們,會有人,梁振英就不會出來 政府會有人出來接信,結果沒有事情,他們就衝 然後人民力量的朋友在旁邊,當然要幫忙 雖然我認為他們幫忙不夠,因為我看得不清楚 但是後來發覺他們已經突破了他們 因為平時人力很少這樣用鐵馬 激進民主派繼續向前一步,是我們樂見的 因為我們其實11月6日也是有這樣做 整個鐵馬這樣做,但是我們都喝煮了它 那麼熱血那裡,我覺得這樣 你有你去衝鐵馬,我們欣賞的 任何抗爭形式,而熱血那裡,因為去不到廁所 那些警察,我也是拍手掌的 如果下次這些環境給我們,我們就商量了 你不讓我摸就拿著 不要說那麼多秘密 你不讓我摸,拍手掌嗎 就像是電視台,拍手掌 他會打格的 他們的尿壺下面就不會打的 是遮住黑黑的,有些毛 就這樣打一個毛,拍手掌嗎 你說是怕那麼冷,拿一條子掌出來 既然不讓我刺鎖 是最怕什麼呢,更噁心一點 因為天氣冷,縮得很短 短的狗毛,真是被人吵 嘩,那麼多賓州 因為全年中二十年前都有 有這樣的拆打格的軟鏡 嘩,被人看見你這樣想 還怕按不出 我怕按不出 那些朋友寄,那些阿Sir又看著你 要拿一條眼睛就站在那裡,按不出 按不出,按不出 希望大家香港人 真是 不過其實都是遺憾的 因為來來去又是那些人 我見到,索一索面 索一索面 基本上每一個人都認得的 是未能吊出的名字 但是很久呢,按不出 其實我們也有檢討過幾個人 因為我們不斷叫你老母 但是呢 第一現場未必收到 後來我們都發覺 收到也沒有用,不會播放的 以後我們會調整一下 我們的口號 例如是死全家 患癌症 就是想一些更多的 嘴咒 但是最過癮的一幕 就是我們猜不到的 梁振英在後門那裡走了 但是原來一個正門在鐵馬那裡 在正門面前而已 就是隔兩個鐵馬 全部進去 蛇齋總頂馬 左派 梁振元 所有人 就會在那裡面前經過 反而人力熱 因為在另一邊 他們卻賣不到身 我都沒有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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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誰知道建制派 那些八婆 你不知道 樓市忽花 我們有些傑友 彈中俄在那裡 有些傑友說 你知不知你做什麼 其實都不是屌她老母 即是說 你知不知你做什麼 收錢阿婆 不要這樣叫你 出賣香港 他都這樣說 其實我很冷靜 但那天很熱 不知道為什麼 幾天這些天氣 衝上去 就從頭到尾 因為太吵了 每個人都在那裡吵 吵你老母 就不停吵 然後在我旁邊有個老友 你自己認我 我就會認得他 不知道他有什麼名字 下次見到我 麻煩你告訴我 他沒有穿任何衣服 但是這個人 我真的很尊重 因為他是我從小到大 看日本漫畫 都有個這樣的樣子 就是江湖伯曉生 為什麼我這樣說呢 你知道自己是誰 他在我旁邊就這樣說 給你不要吵這個 這個是什麼東西 這個是誰 這個是誰 這個是123同盟 這個是誰 這個是誰 我吵你了 我認得他 你們一見都知道誰 我忘記了 因為我以前看足球小進 有這個人 看男兒當立津 有這個人 他自己也不打球 但是他 其實為什麼安排這個角色 你做編期好 用他的口 來形容這個故事 劉川鋒 他是多厲害 他這樣交代 是一個選 他就說 喂 這個不是 這個是誰 我吵你 他最認真是連 那些什麼 應該是政府的工作人員 老實說 其實是臉青的 我仍然認為這個動作是要做的 因為令到這班收錢 其實很多是真的 不知道什麼事 三百元 當然不知道 你要令到他爭氣 你不要以為收錢 不用被人吵 起碼要害怕 又是去吃飯的 然後車子 不用說 好了 第一節再幾分鐘 我寫幾個點 星期六我們會不會去 這個星期六我們會不會去 這星期會去屯門 不會 一如所料 你終於追 我們對於為梁振英 沒有什麼興趣 而且你明不明白 為梁振英的衝擊力一定大 但是我認為 其實我們自己只期不出 我們每次都有出 有人去的 我認為大家有空沒什麼 因為屌辭梁振英 是一個公民的責任 還有法事 可以身心舒暢 而且你真的要盡一下公民責任 有機會突擊中 你只是看這個混蛋 屌辭梁振英 被人罰11萬他老婆 我們是尊重法庭的判決 你屌辭梁振英簽建點 你自己呢 是不是 香港現在變成怎樣的香港 好像我們偷偷說 就是不要說什麼 就是 免得說太多了 還有幾分鐘 好像許氏仁這件事 待會我們都會說 許氏仁破產 我只是想 湯顯明 我們逐個都會 全部都會說的 今晚第二節入面 為什麼 我只是想說 我問問你們 如果許氏仁做了幾十年官 湯顯明也是幾十年AO 如果不是九七回歸 還是英國老館 你猜許氏仁會不會落得這樣的下場 應該一定不會 他不肯夠僵這樣去 一定不會 你猜湯顯明會不會落得這樣的下場 當然不會 先問我不是同情這兩個 但是 這兩個其實理論上 都是有能力 這是某程度 建制裏面的精英 在回歸前 通顯明好像不是 是嗎 都是 整集都是 一定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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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 這些人 如果 這個就是很赤裸裸的例子 告訴我們 在好的制度下 你壞人 想壞 都不敢壞 都難壞 互相制衡 你這個制度在這裏 困住你 而在壞制度下 好人都變壞 好人都變壞 那 下一節回來再說 不想壞 下一節長一點 圈記首設的新鮮肥牛 和各種新鮮的生料 每日生湯的順德河鮮 打邊爐一流 無論小炒海鮮 粥品火鍋 不怕功夫多 只講究質量新鮮 堅持傳統味道 還堅持收街坊價錢 圈記訂座電話 2332-8980 記得達到低育頻道 周公子介紹 包你吃到捧著肚子走 黑黑 沒樣子看的 你的資料不設防 不偷你 都對不起自己 現在的個人資料 不只放在電腦上 手機 平板電腦 到處都有你的ID 有大量相片 短片 沒了就拿不回的資料 還有些直通社交網絡 和私人訊息的密碼 不偷你 不搞你 都不叫黑黑了 我 我好穩陣 我下載了 Fsecure 一站式保護軟件 保護我所有機裡面的資料 包括PC Mac機 智能手機 平板電腦 一次過全面保護 懂得用Fsecure 黑黑 搞我不到 那就萬無一失了 不明白 上F-secure.com.hk 或者上Facebook 找Fsecure Hong Kong 看看吧 有Fsecure 黑黑病毒 搞我不到 凌波王 又有新出品 美顏豆乳煲 好特別 這個煲好香豆乳味 還可以美容 靚煲王新推出的美顏豆乳煲 邊爐邊美顏還有請向豆乳 真是有打得出的新鮮感 低俗頻道網友留意QR Code 還有特別優惠 立即打23990812定位